党政机关过了几日子 这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 各级政府都要带头落实 群俭办一切事业 俗话说 精打细算 才能由言不断 党政机关少花一分钱 民生事业 就可以多安排一分钱 当然党政机关过几日子 不是武警钱包不花钱 而是该花的花 该省的省 做到大钱大方 小钱小器 集中财力办大事 今年来财政部门严格落实过几日子的要求 总结起来 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加大民生保障的力度 2023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比疫情前的2019年下降了20% 同期财政民生支出保持较快增长 2023年 2023年各级财政用以教育等重点民生领域的支出 比2019年增长了25.5% 二是合理安排中央部门的支出 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 在切实保障部门理直的基础上 中央部门带头过紧日子 2020年到2022年 中央部门支出连续负增长 2023年也只略增了0.8% 把接约下来的钱用以支持地方保障民生 促进发展 2019年到2023年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从7.44万亿元增加到10.29万亿元 首次超过10万亿元 增长了38% 三是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实施 比如2018到2023年 全国财政科技支出 从8327亿元增长到10823亿元 增长了30% 2024年中央本级科技支出 继续加厉 增幅达到10% 更好支持科技自立自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再次强调 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 进一步凸显了 这不是一时之需 而是长久之计 1922年